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前世今生的概念 认为人死后要走黄泉路 走过奈何桥 再喝上一碗忘却前尘往事的孟婆汤 但是这毕竟是一种传说 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 没有事实证明人类真的 有投胎转世这一说 但是在三十多年前海南省 却出现了一个有着前世记忆的人 并且还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死因 认出自己的父母姐妹 甚至连村里的人都认识 而也有无数人相信他就是一个转世人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转世人唐江山 唐江山1976年出生在海南省东方市的一个小村子里 他家里有八个孩子 生活十分的贫穷 而他的出生与常人不同 因为穷 没有钱去医院 他是在家里出生的 出生的时候胎膜还在 而且怎么也破不了 最后是他外公用农村的方法 用书扇了扇 他才出来 在他三岁的时候 突然对他的父母说 我不是你们的孩子 你们也不是我的父母 我的真名叫做陈明道 我家在丹州 当时父母并没有在意 毕竟是一个三岁小孩子说的话 但是随着唐江山年龄逐渐地增长 他说的东西越来越详细 甚至能清楚地描绘出他从没有见过的东西 最离谱的事情是 他竟然说出了自己前世是怎么死的 他说自己是在十年动乱时 被人用刀枪打死的 如果这是胡言乱语 也可以理解 毕竟嘴长在自己脸上 但是关键是他竟然会说丹州式的方言 这就很匪夷所思 一个六岁的孩子 没有出去过 竟然会说外地的方言 丹州离他们这个小村子 足足一百六十公里啊 这可把父母给吓坏了 他们反复地确认 而唐江山也一一回答 十分地详细 包括前世的家的具体位置 在唐江山的百般催促下 父母还是不愿意带他去 只觉得是小孩子在胡说八道 唐江山没有办法 他开始绝食 最后父亲终于同意 带他去了丹州市 几人来到了丹州市新英镇黄玉村 刚一下车 唐江山就直奔一栋房子而去 据他所说 那个就是他以前的家 他也如愿见到了他 前世的父亲陈赞美 还认出了他的姐姐 一开始 陈明道的父亲 并不相信 他是陈明道的转世 直到唐江山详细地描述出 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说他以前睡哪个屋子 哪张床上 还有之前喜欢吃什么 用什么东西 陈赞英老人 才确信 两人相认 泪水连连 几人的动静惊动了村里人 纷纷过来查看 这里就有唐江山以前的好朋友 他叫出几人的名字 还说出了之前经历的事情 那些人都觉得惊奇 但因为唐江山说的都是真的 也不得不相信 还有他前世的爱人 谢树香 两人见面了之后 谢树香自然是不相信 面前这个六岁的孩子 就是他已经死去的爱人 但随后 唐江山讲述了 两人相处的故事 说谢树香 在路上行走时 被毒蛇咬了 是他将蛇毒吸出来 将他背到医院 才得救 这下子 勾起了谢树香的往事 他再三确认 终于相信 两人抱头痛哭 但这时候 谢树香已经嫁了人 而且两人差了很多岁 绝对不可能再续前缘 经此之后 唐江山出名了 无数的媒体过来采访 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但是唐江山说的头头是道 首先 他的死因 他死于两村泄斗 误伤致死 腰上挨了一刀 而去医院检查时 他的腰上确实有伤疤 而听闻此事 新英镇派出所派人过来 问他还记不记得 当年杀死他的人 唐江山将那人名字说了出来 但是说出来 他就有些后悔了 毕竟是一些虔诚恩怨了 现在两村和谐相处就挺好的 不过最后 那个人有没有被追究责任 他也不知道 当有媒体问道 为什么急着过来认亲 而不是等到自己长大了之后呢 他的回答则是 隐隐有种感觉 觉得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 父亲恐怕不久 也要离开人世 怕赶不上见上最后一面 二 认亲之后 认亲了之后 一个问题 他有了两对父母 但这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两家人私下协商 共同抚养唐江山 从此 唐江山有了两个家 在唐家时 他是唐江山 在陈家时 就是陈明道 不过陈赞梅老人去世以后 唐江山就安安稳稳地待在唐家了 陆陆续续地有媒体来采访唐江山 但是没有媒体能够破解这个谜题 其实 不只是中国 国外也有相同的情况 不过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说法 来解释这种情况 唐江山长大以后 生活还是如同以前一样困苦 有记者在他二十多岁时采访过他 他现在状况很不好 贫困潦倒 种什么都不赚钱 眼看着父母老了 孩子长大了 却还是一事无成 来生他不想当人了 想做一只鸟 看来就算是再生了一回 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三 转生之仪 其实关于转世人 有很多仪团 就唐江山这个例子来讲 他三岁时就显现出和常人不同的语言天赋 但是却没有具体的资料证明有哪些不同 但是同样 他一个足不出户的小孩子 没有人教授 为何会讲丹州方言呢 实在是太奇怪了 四 转世姐妹 其实在二十二年前 平阳乡都累动债 有一对不离不弃的姐妹伙伴 一次 一人在家因受到父母斥责 萌生气势的念头 不曾想起伙伴 也要跟随一起死 于是双双凑钱买农药喝下自尽 而后又双双投胎转世 成为该乡新寨村 吴菊聪夫妇 膝下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这听起来很像在说 一段神话故事 然而 她却是真真确确的真人真事 这对双胞胎姐妹名叫 吴诗彩和吴诗杭 姐姐吴诗彩前是名叫十倍胜 妹妹吴诗杭前是名叫姚贝罗 那天 新寨村吴菊聪夫妇家里的女主人说 就在她分娩双姐妹的前几天 听人说都雷有一对年轻姐妹 喝农药死了的事情 此后 我常常在分娩前的阵痛中 隐隐约约地看见 有一对年轻女子跟着我进了家里来 分娩后 果然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事 后来 两姐妹慢慢长大了 懂了点事 便常常断断续续说起 她们当年如何喝的农药 如何倒在茶油地里 又如何被人埋了 等等 尤其是当她们在都雷的爹娘 听说此事来看她们时 两姐妹更是如同看到 久别重逢的亲人 一一跑进她们的怀抱 久久不愿离开 后来 随着都雷的人来的次数多了 两姐妹对她们讲了许多过去的往事 见件事情如发生在昨天 令人不得不信 现在 两姐妹的上辈父母都已默认 她们就是自己的女儿转世 对她们十分疼爱 而姐妹俩也十分留恋自己以前的家 时不时就要到都雷家去看看 陪陪年事已高的父母 享受天伦之乐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类似的是还有不少 可人们并不知道有灵魂转世 更多的认为是当事人具有无法理解的意识 或双重人格 对再生人现象 至今难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无论轮回是否存在 也无论我们是否能进入不同的生命状态 同时一起前世 这一世的生命都是独特 珍贵且唯一的 所以 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光阴 让它过得精彩 充实 有意义 堪回味 优优独特